消息来看到边境入境检疫 什么时候可以从3加4放宽成0加7呢 今天上午行政院拍板了将阶段性开放 观察一周之后如果疫情仍在掌握中 就可以开放实施入境0加7 而时间点大约会落在10月13号左右 指挥中心指挥官王毕胜今天受访的时候透露 0加7后面7天自主防疫也会同步调整 他强调先前自主防疫不能够外出用餐 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但这样的限制对观光来说没有意义 因此也会大幅度的松绑 至于口罩令松绑的时间点 目前则规划在0加7之后 大致上应该是在这个10月的中旬以前 再一周观察就可以确定 国门真的要开了指挥官王毕胜松口 入境检疫0加7开放的时程 最晚会落在10月15号 而0加7的自主防疫规定更会大幅放宽 不能参大众交通系统 不能去餐厅吃饭等等 都会解除 对有条件的解除 禁国门还有四季免费的 目前我们的规划是这样子 就连机场拓业PCR筛减也会用快筛取代 但针对0加7的开放时机 医师黄利明认为现在就能直接改 也不用过渡方案 但是机场拓业PCR筛减应该先维持 而邱正循医师则建议观光客除了底台快筛 之后每两天都得筛一次 如果都是阴性就能正常旅游 目前已经是来到边境开放的最佳时间点 我们是希望越早宣布越好 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时间 去妥善规划 各界除了呼吁松绑边境 前机管局副局长施文宜更指出 应该调降新冠肺炎法定传染病的等级 把强制的规定改成建议 像是戴口罩的时机点 只是建议在什么场所戴 由民众自行调整 指挥官王毕胜则表示 未来新指引可能会改成都不用戴 不过另外情况 要戴口罩像是在密闭空间大众运输上 而口罩令松绑的时间点 目前规划在零加7之后 也可能会等到单日新增确诊数 跌到1万例以下再来调整 接着我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